念真故事会十四 跑篇 作者吴念真 阿光则是那时候才到台北 是他父亲要他来的 说希望阿华帮他找个像样的工作 阿华说或许是阿光的父亲看到他年节返乡的时候都穿得趴里趴里 还一千两千拿给爸妈花 于是觉得年轻人都要到台北才有前途 说不然的话 阿光以后根本没有半个女孩愿意嫁给他 问阿华 阿光毕业后都在老家干什么 阿华说好像是在镇头当二手 出镇的时候扛大鼓 或者随便拿着乐器混在西乐队里凑人数 也不知道是憨后还是脑袋原本就比常人顿 阿光的反应老是慢半拍 阿华一旦受不了 习惯的动作就是扒他的脑袋 阿光每次都会说 我会笨 都是被你打笨的啦 从小打到现在 不过阿华对他还真够意思 阿光半年多没有找到事 吃 住 灵用都是阿华担起来 仿佛理所当然要负责一半 半句闲话都没有 但是唯独一件事 不论阿光怎么求 阿华就是不理会 那就是公休日和一堆有车阶级出去泡马子的活动 他的理由其实挺真诚的 我的车子没你的位子 带你去更没面子 记得有一次阿光一直吵着要跟 想看女孩子 阿华说 你去打手枪了你 然后尽量过来敲我的门 丢一本破破烂烂的黄色小说 要我隔着干着板念给阿光听 说让他自己爽一下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 虽然小学有念完 可是阿光看得懂的字 却不及幼稚园的程度 而且那次的读书经验也让我挫折到死 记得我挺认真的加油加醋的念到自己都已经快挡不住了 隔壁阿光竟然全无反应 叫了几声之后 才听见他睡意朦胧地说 啊 刺激的地方快到了没 后来阿华终于帮阿光找到工作 有个车友的邻居是片商 透过他拉线 阿光当了跑片小弟 所谓跑片就是一部电影 如果有两三家戏院同时演 片商会把第一家之后的放映时间往后延 等第一家放完第一卷之后 马上把影片往第二家送 跑片小弟就是骑着脚踏车运送影片的人 这工作阿光还算胜任 会骑脚踏车 西门厅连线的戏院记得住 可以避开人潮抢时间的巷道带他走几次 让他熟悉也就OK了 记得第一个月领到薪水那天 阿光竟然拿着薪水袋一直笑 说以前拿到钱套子都是红色的 这次不一样 是土色的 上面还直接写数字 连猜都不用猜 而且真的照这个数字给 一块钱都没骗我 阿华的反应依旧是扒他脑袋 不过加了一句话 说 赶快寄一点回家给你阿爸 让他高兴一下 懂不懂了 阿傻 然后硬要他请我们去美观园吃快餐 另外叫了一大杯生啤酒 三个人分 不过最后拿账单去付的依然是阿华 没想到三个月后出事了 记得是一个周末晚上的八点多 忽然有几个长得绝非善累的人杀进我们的亚房 说阿光连人带车 还有一整卷影片敲头失踪了 骗商派来的人说 阿华是阿光的保证人 如果片子没有找回来 所有损失要他负责 至于当天晚上 如果观众因此退票 退一张 阿华就得赔一张 恶煞当前 阿华当然不敢逞强 不过他希望知道阿光为什么会落跑 他们说傍晚的时候 骗商老婆要进厕所 门没锁 一推开 竟然看到阿光拿着一张爱云分支主演的电影海报 在打手枪 老板娘的尖叫声 听说连隔壁都以为发生凶杀案 老板问清事情的始末之后 狠狠地扒了阿光的头 说 等电影散场后 送你去警察局 让警察送你进监狱 然后阿光从第一家戏院拿走第三卷影片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我陪阿华和那些人去办公室见片商 片商一直在打电话 好像在问戏院退票的数字 电话讲完之后 老板回头看看我们 跟阿华说 算你运气好 省掉一大条 西院说竟然没有观众退票 奇怪的 不过你最好去把那卷影片给我找回来 找不回来的话 这个档期的损失我全部找你要 那天晚上我和阿华几乎找遍整个西门厅的小巷 还像找小狗一样 阿光阿光不停地叫 阿华说他一定躲在哪里不敢出来 因为阿光什么都不怕 就怕人家叫警察 他说以前他们那边有一个警察很烂 看到人家种的养的 只要喜欢就拿 有一年春节前 趁阿华家里的人都在外头忙 竟然把家里养的等着过年的鸡挑大的抓 而且还一次抓了两只 家人知道后好像什么也不敢讲 阿华说他很气 于是大年初二的晚上就约了阿光跑到警察家 把一堆鞭炮绑在一起 等有人进浴室的时候 把鞭炮点着了 从木板窗子的缝缝里扔进去 结果里头传来的是警察的老婆发疯一般的惨叫声 阿华说那警察很奇怪 没先去看老婆 反而直接跑出来追人 阿光跑得慢 被逮个正着 那天晚上在警察的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 阿华说 阿光隔了好久好久 之后才敢说 他说警察很变态 竟然叫阿光当着他太太还有两个小孩的面 把裤子脱到膝盖 再把鞭炮用橡皮筋束在阿光的鸡鸡上 然后一边喝着酒 一边拿着香烟 不时伸向鞭炮的引信 说 你想炸我老婆 我就炸你这小鸡鸡 就这样折腾到他过瘾了 阿光整件裤子都尿湿了 才把他推出门外 我真怕阿光以为只要他让女人尖叫 就要被警察抓去点鞭炮 阿华讲完这段故事时 我们正好经过阿光跑篇的戏院 他看了一下看板说 外国片 我就知道 一定是那种没人看得懂的 所以才没有人退票 他说 读书人嘛都这样 外国片看不懂都不敢说 就连少放一卷 也要自己骗自己 装懂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部电影的名字 Chatch22 中文片名翻作22支队 多年之后才知道 就连那中文片名根本也是瞎糊弄 两天过了 阿光还是没回来 阿华竟然骑着摩托车 沙回去通宵找 隔天带着那卷影片回台北 一脸眷容 他说 阿光不敢再来了 说那小子当天竟然就连夜踩着脚踏车 从台北踩回通宵 但是连家也不敢回 几天来就在海边的碉堡里头睡 阿华描述见到阿光时的场面 其实更像电影 他说 阿光领着一群孩子在海边 把影片拉得长长的 一边跑 一边对着阳光和那群孩子一起看 阿华说 在蓝天碧海味背景的沙滩上 我听到孩子们一直兴奋地叫着 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飞机 我看到里面有飞机 讲完之后 阿华就一直沉默着 片商拿回影片后 也没要阿华再陪什么 因为即便少了一卷影片的那几天 电影继续演 观众继续看 既然没有人抱怨 当然就没有人会退票 人会退票 会等于是жWAY 随便 时 随便 随便 毕竟 耳便 嗨便 随便